美国记者第一线采访看到许多乌克兰的妇女 带着他们年幼的孩子在寒冷的夜晚坐火车逃往波兰 这一对姐妹他们带着四个孩子逃难 有的孩子年纪还小 即使逃难也不忘把心爱的布偶带上 另外这个家庭从基辅逃出来 在家他们整夜整夜听到轰炸声无法入眠 年轻女孩想起自己的父亲还在乌克兰 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车站内一对来自丹麦的夫妻 举牌子说自己的家还能容纳八位 愿意收留来自乌克兰的人 镜头转到美国 42岁的马克斯是一名乌克兰裔的舞蹈明星 9岁就和父母移民到美国 战争爆发前他在基辅拍摄节目 一切都再正常不过 没想到接着整座城市充满了警报声 这位舞蹈明星开启了他人生中 意想不到的战争逃难记 他跟一堆的妇女小孩排队等着离开 查验身份时 由于乌克兰的男子必须保卫家园 马克斯一度被质疑身份 差点无法离开 马克斯成功回到了美国 回忆一路的行录历程 包括他曾经破坏宵禁规定 看到孩子低温中露宿街头 让他在整个过程速度落泪 TVBS新闻焦翰文 陈向如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